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国家开放二胎以后 很多人都纷纷响应号召 可是当二宝来临 大宝的处境就变得有些微妙 究竟怎么做才能处理好两人的关系呢 嘻哩哩的下雨天是小姐小朵最喜欢的天气 父母总会为她穿上雨衣和雨鞋出去玩耍 无论是图了她的爸爸还是为她撑伞的妈妈 都能让她在雨中感受到浓浓的关爱 她在闹父母在笑 一家人其乐融融 小朵以为自己会一直被爸妈闯到大 但爸妈却在悄悄的开始准备二胎的东西了 时间飞逝 转眼父母已经剩下了一个小弟弟 本来小朵对小弟弟的存在并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随着父母将越来越多重心放在弟弟身上时 小朵逐渐的开始有些烦躁 又是一个下雨天 小朵高兴的想要出去玩 却发现妈妈的注意力也都在弟弟身上 而爸爸只顾工作 小朵失落的走入房间 在一堆杂物中找到了自己的雨鞋 他穿上雨鞋想要独自出门 却发现雨鞋已经太小了 不由的想起了弟弟 未出生时的美好时光 本来属于自己的关怀 现在却毫无准备的被另一个人抢走 小朵越想越生气 最终气愤的跑了出去 在雨中他越跑越快 来到了曾经和父母一起细细的地方 他跳着像往常一样的舞蹈 可睁开双眼 水面上倒映出的只有自己的影子 他仿佛坠入了深渊 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 突然一阵掌声把他惊醒 小朵看着眼前的人愤怒极了 一把把弟弟推倒在地 委屈的弟弟立马哭了起来 小朵也委屈地大哭起来 可下一秒 一双小手温柔地为小朵擦掉了眼泪 小朵似乎明白了什么 姐弟二人开怀大笑起来 当父母看到出现在门口的姐弟二人时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一家人的心也越贴越近 其实每个二叉的到来 对大宝来说都会有一段适应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父母的态度起很大的作用 大家在关注二叉的同时 也要顾及到大宝的感受 手足情深 首先要从父母的公平对待做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